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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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有个以笑剔文明于世的妇人 名叫邹英 她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邹英从小乖巧伶俐 待人接物温和有礼 她的母亲将她视为掌上明珠 对她宠爱有加 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都想办法满足她 虽然如此 邹英并没有养成乖张的习气 没有高人一等的傲慢 这一年 她的哥哥娶了一位姓金的女子为妻 这位嫂子大邹英几岁 为人敦厚诚恳 很好相处 很好相处 邹英很喜欢这位嫂子 嫂子对她也非常关心 爱护 她俩常常一边做家务 一边聊天 相处很和睦 不过 邹英的母亲 带京士很不好 不是嫌她穿着寒酸 就是说她做事不利索 怎么看都觉得不顺眼 无论京士怎么努力干活 邹英的母亲都不满意 常常鸡蛋里挑骨头 而对女儿邹英 怎么看都喜欢 邹英看到母亲这样的态度 心里很难受 她经常劝母亲说 母亲 我看嫂子很孝敬您 可是 您对她要求太严格了 您能对嫂子 态度和缓一些就好了 看到您这样严厉地对待嫂子 让我不由得担心 以后我出嫁 婆婆也会这样对待我 听了这话 她的母亲很不以为然地说 我的女儿人品高贵 谁家娶了你 那是他们家鸡的福呢 怎么会有人对你不好呢 宗母说着 皱了皱眉头 接着说 可是你这个嫂子手笨脚笨 什么事都做不好 每次看到她我心里就不舒服 周英见母亲一时难以转变 对嫂子的态度 就只好另外想办法了 当看到母亲因为一点小事 要责骂嫂子时 她就主动上前袒护 说是自己没做好 如果母亲给嫂子安排了太重的活 她就去帮嫂子一起做 减轻嫂子的负担 母亲发现 周英和嫂子 两人关系很好 京士很照顾周英 而周英也常常替嫂子打掩护 于是 母亲也渐渐改变了态度 就这样 在周英的努力下 一家人相处慢慢变得融洽了 后来 周英嫁给了一位读书人 里里外外的人都称赞她 贤得善良 有一天 周英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回娘家 与长辈见面之后 周英抱着儿子到嫂子的房间 京士见到孩子非常欢喜 边哄孩子玩 边和周英聊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孩子睡着了 京士怕周英累着 就把孩子抱来 放在床上 看孩子睡得正熟 觉得孩子应该没那么快醒 就让周英去陪母亲说话 自己边看孩子 边准备饭菜 可就在 竟是转头忙活的这一会儿 突然 传来了孩子 惨烈的哭声 当他俩急忙冲回房间时 发现 孩子跌落在地 被床边炉子里烧得正旺的炭火 烫上了额头 走英 走英急得差点晕过去 嫂子赶紧去请来郎中 但 任伤势严重 孩子 孩子 孩子还是腰折了 走英的母亲 气得火冒三丈 恨不得 恨不得马上就把京士赶出家门 走英 走英 忍着 丧子之痛 对母亲说 母亲 您错怪 嫂嫂了 是我自己 谁把孩子放在嫂子房里的 嫂子并不知道 今世 听到邹英的话 内心更加自责 后悔 她无法原谅自己 更难以面对邹英 每天 默默地流泪 吃不下饭 走英 理解 嫂子的难受 她表面 装着不悲伤的样子 想了一个办法 安慰嫂子 说 嫂子 您别难过了 其实 前几天 我做过一个梦 就梦见 孩子死了 看来 这是上天注定的事 我和儿子 这一世 只有这么短的缘分 嫂子 我还年轻 以后 还会再生的 你就为我祝福吧 不能再这样 不吃不喝了 要不然 我会更难过 你要是不吃 我也不吃 嫂子心疼她 就勉强 开始吃饭了 邹英 见嫂子 终于吃饭了 自己 也才开始吃饭 就这样 姑嫂二人 慢慢 从悲痛中 恢复过来 后来 邹英 生了五个儿子 有四个 考中了进士 传为 当地的美坛 邹英 自己 活到九十三岁 才去世 邹英 与哥哥 同父异母 看到母亲 磕带嫂子 不给足够的饮食 就偷偷地 把自己的 分给嫂子 看到母亲 支持嫂子 做繁重的家务 就会过去 帮嫂子 一起分担 看到母亲 责怪 嫂子的过失 便主动承担 说是自己的过失 人们都说 邹英 能这样对待 嫂子 她长寿 善终 子孙显贵 这 就是老天 对善人的 报答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